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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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首领 对了 等一下可是要见大人物呢 你这副样子可不行 我的伤 要是带了伤的话 有些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呢 有些事情 没什么 走吧 两位 这边请 林玉台总部 就在这么个小破楼里吗 这里就是林玉台总部 彭来的 有些事情可不得了 我好 我好 什么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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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莱作为淋浴台的根据地 主要负责整个机构的运营 就像是淋浴台的神经装书 淋浴神使们平时一般都在外面出勤 留在这儿呢 除了防卫部门 就是一些后勤行政人员 当然 这片空间四周设有结界 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 请两位稍等 首领现在有个会议 等那边结束后 我就来通知两位 看云岚刚才的态度 她好像不太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家伙 难道说 那家伙的身份很特殊 我知道你对她的身份很好奇 但在这里 尽量还是不替她为妙 请 谢谢 在这两颗阴阳双星之下 正气的概念 渗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里 他们的观念中 容不下半点邪气 所以只要过去犯下了罪孽 就算从此洗心革面 也算沾染了邪气 在他们心里 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抹不去的污点 那个男人身上也有吗 一个人过去所犯下的罪孽 恐怕会用一生 甚至几辈子来偿还 所谓的救赎 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得到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不过 只要能正视自身 负罪前行 那么总有一天 救赎中将会到来的 救赎 真的有 是的 不过 想要获得救赎的前提是 你还有这条命 十年了 这次 你还能逃过这结枉 是你 是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他 父 父亲 我的人生 我的一切 都被你毁了 被你毁了 妈 不 不是我 永远都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让我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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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睡着了 现在几点了 九亚 你在吗 你在吗 这个味道怎么回事 人都去哪儿了 门怎么关上 小姚 小姚 这个声音 你来了 你来了 小 小 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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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是你吗 小远 糟了 小远 这是 骨头 这是 师父提过的恶鬼腰疼 这 这家山里 怎么会有这种吃人的植物 云蓝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妖魔 不对 又是他 既然追到了这里 你 到底是什么人 再想不下去 正在死在这里了 管他什么人 敢害我的 都得死 刚才 是谁在说话 已经被他一次次追杀了 你说 先下手没想 杀了他 杀了他 你可以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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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干什么 杀了他 杀人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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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口 不是我 不是我 杀了他 住手 休得上人 你 你不是 我 怎么会 怎么又搞成这个样子 你果然没我不行啊 你看啊 就是那个孩子 金手杀了的鸡 这太可怕了 他怎么还没看你 小小年纪 就背了个命案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可不是吗 我没有杀人 你给了我亲妈的方式 这样的 有一个亲戚敢收你 我没有杀他 我可就是这种怪物 可以吗 小小年纪就敢杀人 连他亲妈都不要他了 就是 怎么不去死啊 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死了多好 连我这个老太婆 都还想多活两年 你一个小屁孩 说什么死不死的 像我这样的人 你有资格活下去吗 废话 你的生死可不是别人说了算的 以后的路怎么走 你自己决定 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那就跟着我走吧 我会教你活下去的办法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师父了 师父 你醒了 我可不是你的师父 看来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里是彭来的内部疗养室 你再躺一会儿吧 这里很安全 彭来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酒鸭 酒鸭 你 辛苦你了红月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看来计划相当成功 真不愧是酒鸭大人 把幻术应用得这么淋漓尽致 幻术 也就是说 我先前经历的那些 都是假的 你看到的可怕场面 确实是幻术 但这并不代表 你所经历的那些都是假的 比如说 那些妖气袭击 又比如说 你的失控 就让我看看 你这次所付出的代价 有多大吧 三根肋骨 祈祷万伤 这场试炼的代价还算少 看来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治疗也很及时 失恋 不过身体的伤痕尚能治愈 精神上的伤害 可就没那么快好了 恐怕他们也没想到 你的力量会失控 还差点造成 不可挽回的后果 这件事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别急 你很快就能知道答案 跟我来吧 你们又带我去哪儿 去见这里的首领 这次不会又来什么试炼了吧 那是后人对上古之战的记录 人和妖的战争吗 好像人类阵营中 也混着一些不是人类的家伙吗 你看到的那些 是和人类缔绝过契约的世神 事实上在上古战争时期 也不是所有妖类都支持 持有发动战争 一些妖类甚至仙神 都站在人类这边 并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人类 成为人们在战斗中 可以召唤使用的世神的虚项 而这些人 就是如今灵狱神使的前身 灵狱神使 那他也 我当然也有世神 这是每个灵狱神使 必须拥有的能力 根据人类自身的五行属性 只能尽用相同 或相生属性的妖神之力 同时拥有世神的数量也会有限 不过 可以通过提高修为 去增加世神数量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战斗方式 助灵 这是 是 在围杀幼年滔铁 滔铁 他不是在上古战争中已经被 四凶兽的确在上古战争中被杀了 但这并不代表已经死去 或者说 他们根本无法死去 上古凶兽为天地灵器所集结而成 本身没有三魂七魄 也因此不入轮回 所以肉身不管被消灭多少次 都会在天地某处重新集结 从幼体开始重新生长 并继承前代的记忆 于是后来到了一定年限 人们就会主动搜寻幼年凶兽 趁着他们还没有破坏历史进行绞杀 不过 这种血腥的绞杀行动 现在已经不会有了 因为人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驯服 驯服 只要将凶兽的妖力封印住 他们就无法使用妖力反抗 与此同时 人们尝试用驻灵的方式将妖力灌注给灵狱神使 期望可以间接使用凶兽之力 那 结果呢 结果搭上不少灵狱神使的命 因为没人能接纳如此凶煞的力量 除了 无色属性之人 无色属性 嗯 这种属性的人天生就能兼容所有属性的妖力 包括凶属性 也就是凶兽之力 但这种人百年难得一见 直到你出现了 啊 我 你是说 我是无色属性的那种人 您好 九亚大人 首领上后酒到 请您进去等一会儿 我带他进去就行 辛苦你了 这些年来 灵狱台一直在寻找适合成为灵狱神使的人才 当然 要成为灵狱神使 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试炼 但试炼的内容就因人而异 由首领金字之地 等等 听你这么说 看来我就是那种能借用妖神之力的人 而且还被你们强制进行了所谓的试炼 可我说过要成为灵狱神使了吗 别擅作主张好吗 关于试炼的点子可不是我出的 要质问的话 也得先找你后面那位吧 听说你有话要问我 初次见面 我就是灵狱台现任首领 陆敬怡 赶快关注案件生使微信公众号 最新资讯预告 抢先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相当着世界 太棒 你们 因为暗影游戏还在继续 要找出背后的真相 我需要你的帮助